市長那性騷擾案啊 說絕不寬戴是針對傅崑奇嗎 對任何政黨 對任何人 我們對 性騷擾 這件事 我們一定 嚴格 標準 檢驗自己 相對的 任何政黨 絕對不可以妥學 調查史實 我們絕對以 高標準 的方式 來看待 絕不寬戴 市長講到性騷擾 但是 當時候啊 這個傅崑奇還沒有黨籍 那認為應該要塑及既往嗎 採取最高標準 不管任何 的黨籍 每一個政黨 都是要採取 更嚴格的標準來看待 這個標準 就要經過 預計處理 展開調查 然後讓調查的結果 很清楚的 來告訴民眾 我們對所有的調查 不但要快 而且要清楚 我們用這樣一個高標準 來檢驗自己 讓所有人 都是一致同能 這樣子才是性別平權 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就要選擇 最終成功 可以 說張多 就把 才 說張多 可以 做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赵茜茜 那當然也應該接受調查 那我覺得重要的是不僅只是在第一個案件 因為其實我所瞭解民進黨所有的性遭案 都要由婦女部來做協助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爆發一件兩件三件四件這麼多的案件 事實上只要那個時候 林非凡是督導婦女部的話 我認為都應該做一個調查 那麼民進黨應該要到時候很快的公諸於世 才能夠取得民眾的一個信賴 那千萬不要用一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態度 那所以我覺得對我作為林非凡的對手來講 我也覺得民進黨趕快去做一個調查 跟社會大眾做一個交代 那我們可以看到林非凡其實只有在第一天現身 那他之後就等於是神隱了 要找他可能他就說有行程在身上 是不是他也認為說在整個事情的過程當中 他確實沒有做好 我覺得林非凡還是用一個 要用一個比較誠實的態度去面對這些指責跟危機 那我想其實一定很多的民眾很希望聽到林非凡 他當時為什麼吃案 為什麼後來完全沒有啟動調查 所以我覺得如果只是神隱 其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主席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最紅的就是所謂民進黨爆出第二案的性騷擾案件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因為同一時間民眾黨也被翻出 包括學姊或欣凱倩這些事情 那你怎麼回應再次運營攻擊 跟你怎麼保證你以後就是民眾黨的多文法 這個這樣啦 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所以我每次說 常常是這樣啦 遇到問題要思考制度上怎麼去做 那麼 所以我也不會去批評民進黨又怎樣怎樣 常常是這樣啦 今天那個問題 那個案子比較奇怪是為什麼要投九個月 所以這點比較奇怪 那我們在我們民眾黨這邊 我們曾經有發生過這種爭執你知道 但是我們在第一瞬間就處理 事實上我剛才看了一下 那個當事人昨天晚上已經有寫點出 他說那些假帳號的網軍們 這意思是說你們不要再閃通點火 所以我常常說這樣啦 問題要去處理嘛 處理的話原則上是處理制度 不要去處理個人 因為我們希望說它不要發生 要避免它發生 或是一旦發生要什麼去處理 這個比較重要 至於說 我常說我就很怕 現在選舉越來越近你知道 那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東西 又越來越多 後來當事人也離職了 我想是這樣啦 再講一遍 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要相信制度 每次都拿個案出來處理 甚至已經變成政治互相攻擊的武器 我覺得不需要 這個我也不太贊成 因為主席昨天有針對民進黨七十二號案 有發文 但是現在也被一些綠營的 可能是側翼或是支持者 挖除一些過往民眾黨的姓氏 但因為制度委員其實也在 會在女權方面很努力 那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以及還是會覺得說是民進黨故意有點像是在 在判斷以前的事情嗎 短部有先回應你的部分嗎 等一下稍後 黨部會有回應 好 那我想針對這個 昨天民進黨內部的這個 性騷擾事件的相關的一個處理 昨天我們大家都有做相關的一個發言 那我覺得我還是要再次重申 對於性騷擾的一個受害者 我們一定要站在一個保護的立場 我本會對於受害者願意自己站出來這件事情 我還是對於他的勇氣給予非常大的一個鼓勵 那對於我們本黨之前的一些涉及性騷擾的部分 我想黨部這邊就第一時間就做處理了 因為我們內部有一個非常完成的一個機制 包含一個通報的一個系統 那稍後這一題我想黨部這邊也會來做相關的回應 那這個部分我倒是要講 就是民進黨的這個綠營側翼 不要在這個時候就是帶風向式的 我又想把這個份再拖往這個民眾黨這邊 我想我們對應對這樣的事情 民眾黨都會是第一時間就來做處理 不會像民進黨就是一拖再拖 民進黨發生這個女黨公招性騷擾的爭議案件 您身為女性首長 您怎麼還在這個事情 我初步了解一下這個案件 這個色狼的攝影師 那之所以長期能夠在這個民進黨裡面 那就勝出魔掌 那就是因為它是御用的 那有人靠 那這個有人照 所以呢才能夠才敢這樣勝出魔掌 那而且這個民進黨的高層 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那也極盡這個包庇 以及吃案之能事 那從這個案件 因為這位色狼攝影師 因為他有人照 那這個民進黨高層 又等於是在包庇他 在吃案 所以我有點擔心 那受害者是不是只有這位女性的黨工 那因為他這個色狼攝影師 在民進黨裡面 過非常久的時間 那也許有些人 也在這個角落裡面哭泣 所以呢我們呼籲 那這個事情應該要擴大 一個調查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不相信 juices 已經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